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11月8日 星期一 大陸的電方其實是持續的 是沒有解決的跡象 我們之前也說過 他用行政手段打壓那些 煤炭的期貨 煤炭期貨有1900多高位 跌到跌穿1000 那時候連跌很多人 基本上他是用行政手段逼你 你不沽就不行 一會好 裏著那個人的煤 就完蛋了 真的大跌了 但是現貨的煤在外面 黑市價是炒到2000多元 一噸 那麽大家想一下 價錢是這麽炒上去 根本就是 全面缺貨 比你穿電廠 你會不會 用高價去搶呢 發電也不能加價 因為 電費加幅不能超過20% 但你的煤就貴三倍 當然不足了 有煤 也要拿出去賭買 但是 大陸的小粉紅或者大外宣 其實就是笑死人的 我現在看一篇文章 我忍不住 這篇文章是早了一陣子寫下的 但我覺得十分好笑 一定要讀給大家聽 笑得糟糕 他說 中國限電 美國比任何人都慌張 詳細地 分析一下電方 將會如何抵制到美國 讀完給大家聽之後 才告訴大家 大陸人 或者這種大外宣 有多荒謬 有多可笑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我們唯一一個 希望大家呼籲的就是 88少校 真的十分之 困難經營 黑虎 不是黑虎那麼簡單 經營很困難 老闆兩夫婦 兩年沒有出過薪了 我們也覺得很可憐 我也沒有放在香港 希望大家幫幫忙 幫我 代我去 支援 好了 想說一下 我們 其實袁爸爸也是一樣 因為袁爸爸其實在美國也算是 現在越來越有名 但是我們也會 找一些美國的義工去幫幫他 因為現在始終他來的需要很多人手 例如這個 Pompeo 過來英國這個project 也受到 台灣總統府邀請 請袁爸爸 因為三個一體 請袁爸爸 蓬佩奧和 袁茂春 整個團隊 包括我們 我們星期二的團隊也會去幫忙 所以 接下來我們希望 大家可以盡量支持 把我們的訊息宣揚出去 讀一讀篇文 大家忍著笑 在美國通脹高期不下 一直有全中國限電 是有意無意制裁美國的手段 原因 是以內地豐厚的煤炭穩創 要解決電方 只是做不做的問題 不是不能的問題 但如果此時開發燃煤 一來跟碳中和目標相圍 二來 若以限電為名限制生產 即可對美國輸出通脹 做到制裁美國的實效 這個已經很好笑 我們繼續讀 整篇讀完才好笑 中美在10月上旬會談之前 突然傳出內地罵電方的消息 偏偏就在中美會談結束後的幾天 電方問題 就被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簡單幾句說話解決 成效立竿見影 這五毛真是容易相信 頭腦簡單也不得了 雖然時間巧合 但投資者 無從確定者跟 者跟民守的陰謀論 有沒有關係 唯一肯定的是 決斷的問題確實暫時解決了 我能夠直接沒有解決過 所謂貿易 本來就是你情我餘的交易 從來不存在誰幫誰 或誰在佔誰的便宜關係 在美國上任總統特朗普開打中美貿易戰的初期 中方已經作出回憶 中國雖然貿易出超 但也並非白賺 本身 其實犧牲了環境污染等金錢無法衡量的損失 數字會說 美國向中國開箱進口關稅厚得幾年間 美中貿易赤字 持續不斷創新高 特朗普的制裁算是做到了 不過對象好象有甚麼搞錯 一系列貿易數據說明 最受關稅所害的正是美國商家 還有美國市民 雖然美國狠釋出地 容許個別美企申請關稅豁免 變相撤銷相關關稅 但其實這三年的貿易戰 以為美企帶來醫療之外的惡果 看不到 美企有甚麼惡果 美股杜瓊斯創新高 標準普爾創新高 納斯達克創新高 相反 你們大型加中國 全部都跌了 香港股市 也是 死下死下 只有死貓蛋 那麼究竟誰 出事呢 讓中國商家知道 就算自家的貨品 加上高昂的關稅 美企一樣照買 他日就算美國真的撤銷關稅 難保中國商家不會加價 面對中國電況 說美國給中國招急 也不為過 李克強幾句說話 雖然就能解決嫌微之急 但卻沒有保證對外出貨的穩定 這些說話說出來真是笑死 首先 現在大陸的電方是持續 很多地方 是 限時供應 甚至乎每天限10元電 用多個10元就沒有了 就停了 根本大陸就解決不了 而大陸的人因為自私 那些煤價炒高了之後 電力當然是不肯 電廠買 要我用高價酒來買你的 煤來發電涉本當然是不肯 所以電方是持續不斷的 繼續讀他的篇文 再少了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一直說美國的通脹是暫時性的 那是由於他認為通脹的形成是由經濟復甦初期的需求刺激增長大黨 供應一時間不上 造成價格上漲 當這式積壓的需求被消化之後 價格就會回復正常 然而現實卻是 積壓的需求在得到滿足前 供應鏈卻因種種因素變得不穩定 使得本來被視為暫時性的通脹一直未能舒緩 中秋過後 內地加多一腳 令這個暫時性的通脹可能一直延續下去 美國其實一向以來 大部分的產品都可以自給自足 他不買中國的就買印度 盲加拉 土耳其 很多產品可以買 不一定要買中國的 當然有些東西是貴了 但是 其實美國大部分的產品都可以自給自足 袁爸爸在我們的網序上面也說明 不論在糧食 不論在農產品 在肉類 海鮮 什麼美國都有 基本上 美國是可以完全閉關自首 不需要 任何 外國的任何貨品輸入 它也可以自給自足 不過美國人的消費習慣是習慣了大洗 大吃大喝 所以 美國就成為全球經濟火車頭 好了 中國這個意思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豬 不特地不長肉 我等你沒得吃 人家就是劏你了 不劏你就是劏別人了 你本身是一隻豬 你是劏的 現在中國的問題 就是一旦午餐不夠電 你自己沒有辦法供貨 大陸的工人失業 工廠倒閉 破產收場 你可以制裁到美國什麼 美國的入口 買你中國還有很多地方買 有錢你怕沒有貨買嗎 推高美國通脹 油價就推高了美國通脹 但是其他東西 是沒有的 推高不了美國的通脹 而且美國 其實是想有少許通脹 因為 有少許通脹 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發生的事 而大陸反過來 大陸是一個高通脹 但是經濟現在越來 越萎縮 加上 韓國業的資金鏈斷裂 通脹嚴重 基本上對民生影響是最大的 現在 他告訴我們 吃胚箱盜老虎 你看看你的老虎想吃我好 我先吃胚箱 我先毒死你 實際上你自己死 老虎嗅到你有胚箱 還可以不咬 你自己先毒死了自己 根本 就是癡人說夢說話 你認為可以制裁到美國經濟嗎 完全做不到 美國基本上各行各業都可以自給自足 當然 那些很便宜的小商品 就是要跟你買 因為你便宜 人家不夠你便宜 但是那些東西 是影響有限的 一枝原子筆 一個打火機 貴一倍 他也沒有所謂 那些東西對他的生活不會構成影響的 問題 你們沒有了美國市場 你們這貨出口不了美國 你們就不斷收場 大家想想 其實大陸人 很多時候想起阿Q精神 他們真的 很多時候就覺得 你比我更慘 打人打得自己全身傷了 手又斷 腳又斷 手又瘀了 人家絲毫無損 你看我打了他整個小時 其實自己 全身都是傷痕 精密進寸 人家 當你拗痕 所以這篇文章也挺好笑 我覺得要重溫一次給大家看 現在 從這篇文章可以反映到 首先大陸的小粉紅或者五毛 頭腦很簡單 國家說甚麼他信甚麼 告訴你沒事你就以為真的沒事 實際上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其實大陸 電荒還是持續 很多地方的供暖 都出現了嚴重問題 一停就停很久 工廠有開工嗎 沒有 我們在大陸的朋友 工廠一定是 開兩天工就停五天 你想一下 怎麼搞 然後那些貨 怎麼交貨給人家呢 交貨不到有違約 又要賠錢 大量的工廠倒閉 其實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他們那種 活在自己的幻想裏面 他們覺得很幸福 實際上 他們是最可憐的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是 有 是 有 是 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